反正我家有中年工 吃完也不用收拾 往水桥里扔 方便得很 水潇潇 安洁 爸爸 干什么呀 家里很困难吗 又不是吃不起 安洁 你好泼辣哦 我爱死你了耶 谢谢葵小姐 我爸年轻的时候啊 借着套西装去见客户 这借的呀就是借的 再怎么装也是借的 即使西装再合身 那骨子里啊 还是个土豹 很快就被人揭穿了 那揭穿那个人啊 就是我们家太后老伯爷 许笑笑 好 黄北川 听着来了吗 小薰好像说的是你 大家都不傻 我们也是喜欢玩 工娘们好不容易 找到一个目标围观 干吗那么早揭穿啊 揭穿懂没意思啊 是吧 老伯爷的问一句 你今天表白了吗 老伯爷的问一句 我一早就表白了 只是今天关系更近于我 你要表白 喝酒壮胆可不是好主意啊 魏总 我要是有你的实力 我就不用拿酒壮胆了 只要认准女人 实力不失联的都不重要 我跟安丁是网上认识的 一般男人看女人 先看到胸脯 再看到胸怀 我们却恰恰相反 我之前对女人 多少是有一些成见的 可能是因为我们平时 接触的圈子比较杂 不过你看今天这几个女孩 个个都不错啊 再说了 小凡未必只在乎条件 你尽可放宽心一点 我呢 喜欢她已经很久了 但是我有一些事情 瞒着她 我今天也是 下定决心才来的 我想把我的一些事情 坦白地告诉她 我也想把我的心意告诉她 但我就不知道她会怎么想 很好啊 男人嘛 总是要拿出一点勇气出来 总不能让女孩子 先表白吧 走吧 别让她们等太久了 好 贵宾 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 鸭米私人定制 我叫Kin 今天很荣幸 能够为各位贵宾 做三道料理 那第一道料理呢 我用了很多的有机蔬菜 跟海鲜 做成的一个前菜 然后第二道菜呢 是波斯菊做的一个紫牌 今天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凡姐 虽然安妮已经跟屈原说了 但是以她的瓶香肯定会捣碗的 最后一道的是布丁 谢谢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我还没来呢 你用车上来 这不够意思了吧 小曲 你干吗呀 唱歌助兴啊 我们是这儿的强助组合 苗宾 给她们弹一盏 去 想听整首的先给钱 五百块钱一取 怎么样 这位大哥 要不要给你身边的美女 点首歌呀 五百 太贵了 一看你就是个成功人 使这五百块钱还贵呀 钱包呢 钱包拿着我看看 喂 我 喂 小曲 我钱包里面没有钱 过不起 就开抢明天能跑 看得你穷得只剩卡的份上 刷吧 想念什么 老哥 爱你一万年 会吗 那当然 一百块钱不二价 附送五百上法 怎么样 成交吗 一百就一百 大不了多吃两天方便面吧 走着 走着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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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怎么了 吃 老病 你们家这面具是地摊坏啊 好久没用了 这机灰是肯定的 喂 我都没谈灰 喂 喂 酒 怎么能是酒呢 谁把酒到这杯子上来了 还都这么大一杯啊 这不是给你准备 你 你没事吧 没事 小曲 你晕吗 你要晕就回去休息吧 那怎么能行呢 好不容易 你有我们二十二楼齐聚一堂 我怎么舍得休息呢 你说 失败凡姐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聚会 是在哪儿吗 安迪家 我们在睡大杂戏 第二次睡在这儿 第三次要不要去我家呀 反正我家有中年工 吃饭也不用收拾 往水槽里扔 方便得很 水下降 安迪姐 我好大套 干什么呀 家里很困难吗 又不是吃不起 蓝姐 你好破烂哦 我爱死你了呀 谢谢挂奖 我爸年轻的时候啊 借了套西装去见客户 这借的呀就是借的 再怎么装也是借的 即使西装再合身 那骨子里啊 还是个土豹嘛 很快就被人揭穿了 那揭穿那个人啊 就是我们家太后老佛爷 许晓晓 许晓 许晓 黄百川 听出来了吗 小雪好像说的是你 大家都不傻 我们也是喜欢玩 姑娘们好不容易 找到一个目标围观 干嘛那么早揭穿啊 揭穿总没意思是吧 玩吗 来 我们大家不好意思 我先走一步 小王 你等一下 小王 小王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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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还是不太理解女孩子 女孩子出名发脾气 是因为他心里 对你患得患失 今天呢 大家都有些尴尬 回去冷静一下 回头单谈吧 尴尬 我一点都不尴尬 我本来今天要把事情 给他说明白的 但是现在没有必要了 韩兴你知道吗 女孩子嘛 都要面子的 你就别太计较了吧 我车是租的 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都拿我当猴看的 这又什么呀 早年间我还租过 朋友的办公室呢 这个你不要往心里去 我相信小凡心里是有你的 要不然他不会在你身上 你等等 韦总 我们之间的事情 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上回我们客户郎总来的时候 小美提议要去商场 还有 前后不提了 我现在得好好地捋捋思路 韦总 谢谢你的盛情款待 兄弟 有一句话 我还是要说给你的 别把别人想得太好 但是 也别把别人想得太坏 都是烦人 是 我现在也把我给你做了 我现在就不会发生了 我现在就会发生了 我现在就会发生了 他现在就会发生了 你怎么说要做 我现在就会发生了 那你怎么过来 我现在就会发生了 我现在就会发生了 我就不明白了 她明明很在乎王同学呀 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 伤她的心呢 樊潇妹之前跟我说过 她不能够忍受 没有房子 没有车子 在上海生活 我想她可能是担心 王同学的经济条件吧 可是樊潇工资比我们高多了呀 而且她工作那么多年 肯定会有些积蓄吧 那个王同学 她也不是一穷二白呀 她们两个一起努力 攒个首付还是不成问题的吧 这我就知道了 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吧 但是我想她拒绝王同学 肯定也是有她自己的道理的 其实说起来这件事情 我也有责任 小冠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小樊 振作起来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说 凡姐她好像特别喜欢 去那种富贵云集的地方玩 每次玩完回来 她会特别开心 这种活动好像老潭 每个月都有啊 这很简单 可是我不明白呀 这种档次的活动 它去了又能怎么样呢 虽然人个人是平等的 可这社会就是有阶级之分 你无视阶级只会碰壁 努力做事 克服局限才是真的 很多时候所谓的阶级 其实就是自己内心那片魔杖 话是这么说 可是一个人得多有勇气 才能无视这些 客观存在的阶级 而且现在很多人 都是只进罗上不进人 你就算无视呢 又能怎么样 有的时候我也特别苦呢 你说我是应该勇敢做自己呢 还是应该按照别人的意愿来生活 就像凡姐 她老是一门心思地想挤进更高的阶层 可那有什么意义呢 的确 有太多看不见的手 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 房子 车子 人脉 阶级 不过比起这些 我们更应该问问自己 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 又为什么要削尖脑袋 成为那个别人眼中的你自己 安迪没有想到 平常并没有主见的官居儿 这个月工资还没发 下个月就该发年终奖了 也不知道能发多少 又天真了不是 去年底啊 怎么人敢听年终奖的事 咱们呢不会放入裁员名单 那就谢天谢地吧 青年 那得看领导啊 能不能有良心 良心 领导的良心啊 直接跟供求关系挂钩 去年大批人下岗 赛职的人都是人心惶惶的 老板理所当然良心莫非了 今天招聘市场形势严峻 人才金贵 兴趣待遇能好一点 年终报告 对啊 我想以咱们部门的名义 写分报告 总结一下我们人事部 今年的工作 也顺便提醒一下公司 在招聘工作当中 人才紧缺的问题 尤其是某些专业的岗位 一家有女欠家球 优秀人才的竞争 那是相当激烈 估计明年的形势 会更严峻 今年不管是在人才市场 还是到学校 去招收那些迎接毕业生 都遇到挑三解四的问题 是该好好地汇报一下 起码让公司明白 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不仅如此 猎头公司也反馈 人才行情飘红 在这样人才紧缺的大环境下 如何挽留现有人才 巩固公司的职工队伍 就显得尤为重要 别的不说 你看去年咱们没有发年终奖 据我所知啊 现在已经人心浮动了 以现在的形势下去 估计会有人跳槽 如果这样 这种跳槽的形势出现的话 可对我们公司非常不利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不比往年 人才多呀 如果今年等到大家跳槽了 我们再到别的公司 去挖墙角 那成本可就高了 你说得很有道理 专演就要过年了 如果这个福利和奖金 不到位的话 恐怕还真有点动摇军心 是啊 经理 我能想到的就这些 这样我先去搭个架子 具体情况 还是需要经理能力做 好好好 公司就需要 你这样的员工 小凡 就按照你的想法 先把报告写出来 然后我找机会 和麦克尔谈一下 好 那我这就去写 好 眼看年终奖在旺 樊胜伟得益于自己 纯熟的办公室套路 在他眼里 办公室不过是一个 利益共同体 只要提出的每一件事 尽量多的在办公室人群中 达到利益共识 事情的发展 往往就朝着共同推动的路子上 急奔了 反之 则千万不要做第一个提议者 绝对地吃力不讨好 喂 你好 我还在上班呢 范小妹 千万千万请帮忙 今天晚上我有个年会 他们需要我带个伙伴参加 就是那种 有名流 有颁奖晚会 还有慈善拍摄那种 魏兄不在 我对这边的礼仪又不太熟悉 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参加 答应吧 答应吧 时间来不及了 我现在去接你 今天晚上 你就是我的主心骨 好的 没问题 放心吧 有我在的 你赶紧回家换礼服 化好妆等我啊 好 一会儿去 你们要去哪儿啊 我带凡小妹一行 你这衣服还真好看啊 好 谢谢 你们以后要去哪儿啊 我带樊小妹去个酒会 这是我回国第一次 去这样的地方 需要带一个熟悉的人 你们是不是要去那种 特别高级那种酒会 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呢 你去那里头 能给我发照片吗 这样 这样 你加到我们那个 三朵花的群里 你到时候把照片 给我发过来啊 你别麻烦安迪了 三朵花 到时候我给你发 好的 加成了 不对 现在应该叫四朵花了吧 好了 凡姐 你好漂亮啊 一身红彤彤的像小苹果 你是我的笑样小苹果 好了 走吧 安妮 安妮 记得给我发照片啊 我等你照片啊 包吹任务交给你了 你来了 发照片啊 好 好 好 我 这个地方可真不错 要是能在这儿工作 估计心情都会变得很好 据说这是上海 最好的酒店 不过服务业很辛苦的 走了 这个身上的案件 就非常不错 这个箱子呢 非常看好 安迪 张总 你好 你好 这位美女是 传说中的安迪 盛仙的CFO 要知道盘总名为的娃娃 可画了不少功夫 往美国就废了三四五一了 谢谢 谢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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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牛 来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能被美女撞到是我人性才是吗 你也是来参加旧会的吗 我只是个小人物 没有资格参会 我是配朋友来的 那我又谢谢你那位黄幼塞世啊 让我荣幸地能见到大美女 红色很配你 让人眼前一亮 这里美女如云 我又算什么 什么 并没有吧 我怎么好像只看到一位呢 可不可以请大美女到那边坐一坐 好 着我们跟你们 走 优优独播 无优言 再次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这里 无论 有一个肌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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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出发去展会呢 你干嘛呢 参加一个无聊的酒会 替樊小妹摆脱失恋的阴影 是小关出的主意 不过现在看起来 这个主意还挺有效的 这么好啊 怎么也没见你对我的事情这么伤心啊 上次没有拦住取消消我也有责任 再说那天是我请他们去山庄的 要不然樊小妹和他 不好意思 不要走了 这么着急啊 等一下有几件排比还是不错的 不了 谢谢 要不然我送你吧 不用 我朋友有车 男朋友女朋友 女朋友 那我就放心了 拜拜 刚才那位男士 一个晚上都抓着你聊天 樊小妹 你很有魅力啊 哪儿有 我刚才不小心撞到她了 倒是你呀 一整晚都是话题中心 真是令我掛目相看 借谭总的招牌而已 就像是金军舞台上的将军 后面旗帜差得越多 越像是舞台的中心 其实是胡家虎为 不过今天晚上有你在 我心里很踏实 拿的谁的名片啊 包亦凡 包亦凡 听说是一个青年企业家的楷模 不过我之前看过一些 财经杂志做他的粘体 看样子已经掌握集团大权了 实权派呀 以往你感觉